這裏有縫,這裏有一條縫 全屋地腳線都出現這麼闊的縫 攝影師鏡頭都捕捉不到這麼多 最離譜是睡房門框封口線 和洗手間門框封口線之間竟然出現一個大洞 膠樓手工仿如時光倒樓十多年前 更創出胡雪樓市驗流新低 歸納四大驚恐場面,大家有沒有心理準備呢? 1、2、3,去片 訪如未完工的單位,是遠展在大圍的新盤拍月 當日賣價超過2萬元,創大圍區新高 但質素就創新低 只是一個227呎的蚊營單位 找到的問題多不勝數 露台門框邊鋪一條鋼條 肉眼已經見到一些瘦跡,感覺上容易刮到腳 但若果業主不喜歡的話,都有方法 因為竟然可以圓條揭起拆走 這件條也頗鬆 可能會被人當監製用 這應該不是我們放在這裏 怎樣也好,怎樣也好,沒理由 露台門鎖用最下格的鎖扣 就出露台,懷蘭邊又受職 顯然是施工時不小心彈倒密使 燙傷了懷蘭,而露台地下都欠整潔 單位鋪砌的木紋瓷尊出現不少崩花粒嵌之外 地板和地腳線之間出現一條又一條的縫隙 和地腳線頂部和底部沒有結交有關 最擔心容易藏污塵 這個地板是用木紋瓷尊的 其實很多地方做得不太好 特別是售後位 好像門邊那邊 這裏有洞,這裏有解得不正 它又不給製膠,又不製膠收口 結果就把醜軚暴露出來 如果知道師傅不夠斑 找到製膠收口就好 甚至睡房門框和洗手間門框之間 還出現一個大洞 是裝修工人道轉施工程序所致 這裏的位置是啡色 理論上是裝腳線的 現在是PV補裝 步驟出現問題 應該是釘腳線,才釘封口線 打算做完封口線才裝腳線 這個位置是裝不到的 單位一房開職,洗手間設於房間之內 形成套廁設計 但內裏膠樓的手工就相當驚嚇 奇哥外接可以打開的玻璃窗 有了抽先鋒並不是黑刺原本值得一讚 但四邊窗框就沒有折膠 和雲石長身露出成條縫,石屎都外露 座次背後成塊雲石揭得起 座次洗手盆沒有包邊,整個搖得動 在洗手盆做試水測試時,一試即時露底 而擠膠收口有甚麼不好呢? 滴水下來了 洗手間唯一有擠膠的地方是玉瓶 但偏偏手工粗躁,玉眼都見到很多細孔 相比之下,其他問題只是小意思 單位長身由漆上算平滑 為防防盜扣會刮花長身 職員很聰明,用膠紙貼實防盜 殊不知膠紙寓意即溶 一絲即掉漆,名符其實 聰明反臂聰明誤 這片箱懂得用膠紙防止防盜扣刮花長身 但那片箱,大門門左就裝得極其麻糊 明知位置遇錯,門左發揮不到作用都不執修 結果大門一開,牆身就花了一大折 這裏看到是門撞牆 因為扣扣的門左就不適合位置 應該移前,大約10mm至15mm 即半至5斤左右 這樣就不用撞牆 即是看得到裝門左的那個人都幾沒有準繩度 連同冷氣機喉未裝妥 以及其他濕濕碎碎的問題 單位在15個鹽樓細行之中 套磚、地腳線、門、槍、廳房地磚等8個環節 一律孔彈 都一口氣拖低總分去到歷史伸低的30分 親手打破自己在深水埗、澳海創下的46分伸低 低處未算低,評級為F,不合格 我們向發展商遠東查詢 只是回覆了一句 表示單位內發現的執收事項 承建商已作出跟進 預計本周內完成執收